1980年的华国锋意外遭遇了一个困局 面对政治局的态度 他很默契地主动递交了辞职 可就在华国锋远离权力中心部阵后 却有一些老同志表示要追究华国锋的责任 面对当时中央里一边倒的汹汹民意 有一人却主动站出来为华老说了一句公道 而这句话也让华老能够顺利地回修 安详晚面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当时又说了什么 1976年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成功的拨乱反正 解决了隐藏的危机 四年华国锋就开始着手恢复生产 并且寻查全国的经济情况 走到南京的时候 华国锋被安排住进了南京中山林五号远 当天门开国老将许世友就住在自己隔壁后 华国锋变成了想见见许世友的念头 华国锋对许世友那时早有了闻 1967年的时候他是被张才芳将军救出湖南的 后来两人也联系生命 他知道在红军时期张才芳就是许世友的连长 后来每次开会许世友必须要坐在张才芳的旁边 不然就要吵闹 在张才芳的口中华国锋没少听到许世友将军的打理 于是就想趁着这次机会败回一下 可碍于许世友之前和华国锋没什么交集 加上当时许世友战伤发作下不了床 也不是很想和华国锋见面 当时警卫员询问许将军 是不是应该去主动见见华主席 许世友直接说 我下不了床 可是没想到华国锋听闻这个情况之后 倒是非常的理解徐老将军 也没有记忆过 就在许世友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后 有一位捕损之客却突然登门拜访 此人正是华国锋 没想到他竟然放下身段 亲自来探望许世友了 这一下弄得许世友也怪不好意思 一来二去 两人也算是相谈甚欢 一见如故 许世友对华国锋说道 真是对不住啊 我这是病了 所以才没法去拜访您 华国锋赶紧回道 您的灵力比我大 您的资历也比我老 您身体又不好 我来看您这才是应该的嘛 其实按照道理来说 许世友和华国锋都是毛主席的坚定追随者 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哪怕是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上 许世友也不会为难华国锋 此事之后 许世友对华国锋的印象就更好了 两人理念相同 华国锋又为人本分 确实是主席点名的老实人 可是令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华国锋给许世友留下的这个好印象 竟然在几年之后意外帮了自己一个大忙 那是1980年11月10号到12月5号召开的九次政治局党内民主生活会 华国锋也是在那次的会后淡出了权力中心 而在当时敢于为华老说话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 许世友就是其中一个 那么许世友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 想了解后续内容 请点击投降进入到主页 接着查看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字幕志愿者 activateобще��고 这里可以